戰車你走 都沒看過 無路過 人家來這裡最有才看到 再來 中華民國的年勤 已經去除了 你知道嗎 什麼叫年勤 年勤 後勤 部隊要戰爭的時候 一定要有年勤 供應衣服 供應子彈 供應糧食 現在出銷是什麼 中華廟不會戰爭 中華廟不會戰爭 我臺灣民政務 我也沒武器 你也不可以有啊 不就是公平 對不對 所以 年勤已經出銷了 算下去 憲兵也出銷了 現在憲兵出銷的時候 中華民國用一個奧帽 憲兵出銷以後 記者說 給你揹個兩個 那個什麼 憲兵 你升旗典禮 那升旗典禮說 憲兵冒著生命的危險 那是什麼 那用危險在教育臺灣人 你跟你們說 我們憲兵還是存在著 這樣說就叫憲兵了 其實 年勤不去 憲兵不去 憲兵不用做兵啊 憲兵說不用當兵 不是比較聰明 是我們把美國抗議 美國去押兵 憲兵 你要宣佈 不能當兵 我替你簽兵 我怎麼叫我去做兵 是有什麼意思的 鎮靈不得宜轉主權 這簽兵法裡面 國際 萬國共法裡面 都有啊 你簽兵 什麼叫宜轉主權 第一 憲兵不能說台語 你的台語有像我這麼老嗎 沒有耶 對不對 對不對 你不在拍手喔 憲兵秘書 你跟我改語跟我一樣嗎 以前改變我們的改語 台語就是不對了 以前要發錢 我是說沒有發到 因為我老闆以前做讀學 主學 他不敢敢發 一般人說台語的都發一天兩天 五天喔 你比較貴 你比較貴 你比較好錢 比較年輕 敢不 簽兵不能移轉主權 所以他沒有主義 將我們台灣人的國際 跟我們改調 欸 什麼時候 我們變成中華民國國 國際 你知道嗎 1946年1月12號 離開1945年12月25號 所謂的光復 那一天 1月12號 你氣笑呢 古今山和平條還不簽呢 所以美國跟英國 抗議三次 不可以 我們永遠不承認 所以跟今天的威脂 美國不承認 英國不承認 一筆條約 1952年4月28號 下午3點都簽的 日本似同 似同台灣人為中華民國國籍 但是1971年 日本跟 中國競交的時候 這個條約廢棄了 已經沒有再把台灣人 看成中華民國人 我跟日本說 啊你怎麼不說 我們不是中國人啊 我們真真真真 現在不是中國人 全台灣才有9000億 就是新青新文獎 阿伯 我們之前的孫 1949年6月15號 中華民國 發行 他的新台幣 用他一塊錢 把我們投換4萬塊 你會記得嗎 會不會 會記得拿手 台灣人你不一定會記得 你年輕人怎麼可能會記得 一塊給我們換4萬塊 真的財產都不贏 我跟你說 台灣政府正式 執政的時候 我們要印證台幣 一塊你就要用新台幣 40萬來給我們換 好嗎 等一下等一下你們拍手 怎麼這麼快喔 啊你都沒有優惠 你怎麼賣 你怎麼說 啊如果台灣政府的那個 身份證的 一塊換一塊 這樣好不好 這要拍手 沒有啦 啊這對你很優利 對不對 黑白拍 台灣人怎麼黑白拍 我說實在喔 台灣政府執政 發行增台幣 中華民國的新台幣 要40萬來給我們換一塊 這是給他們算利息錢 本來一塊給我們換 他們一塊給我們拿4萬塊去嘛 啊利息人算的 應該是不值啦 算比較有優待啦 啊有人說呢 啊我也是台灣人 我也要換 不好意思 我就跟你說 你如果沒有台灣政府發行的身份證 我給你以中國人打扮 這樣好不好 拍手 這都是你們說的 不是我說的 但是我要這行 因為今天喔 我今天說最久啦 還有10元前就已經2點前好了 下方有那個點心 可以去吃 明天才去吃飯 明天才去 差不多6點 6點起床 6點半 本來是7點才吃飯啦 如果現在齁大家都齁 很早就起來齁 所以我們6點半 如果菜準備好 就拜託吃飯啦 這個7點半的時候 要上課前的8點很久了 我要還可以利用 起來跟各位說一些 今天的上課到這裡繼續 謝謝 謝謝 有真正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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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生先好演